今天是9月24号周日A股不开盘 在周五A股指数迎来一个放量的上涨 可以说是一个放量的中长阳 A股掀起了一个反攻的高潮 那么这里的一个阳线 这里是属于一个反弹还是反转 接下来怎么看 还有就是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在这轮反弹过程中 你要抓住焦点抓住市场的核心 你才有机会吃到肉撞到钱对吧 那重点在哪里 大家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疏通 如果大家对当前这个市场把握不住的 看不懂的仔细听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一些板块热点 龙头个股的解读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至于A股在这位置为什么会涨 大家都知道原因了 这个是吧 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这个事 是因为文外媒的一些小作文引起的 对吧 他说我们的周末 或者说这个近段时间 A股会迎来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限制融券做空 还有就是限售股 融券 是吧 这个也要见指 还有个就是 10万亿的凭准资金 凭准基金要入市了 要来了 反正就是因为这些消息的影响 导致A股的周五的一个大的反攻 但是这里到底是反 转还是反弹呢 首先大家没必要太过的悲观 也别太过的漏观 我看到一涨了一个大阳线来了 就因为他流逝来了是吧 你要实际的加仓干猛干 这个没必要纠结 这里其实就是炒的一个预期 什么预期就是是吧 政策一些利好的预期 但如果预好利好预期 出现一个镂空 或者说不达心理预期的话 他可能还会陷入一个什么 陷入一个回踩 陷入一个什么 一个调整的态势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算法里 要注意这个细节 不可以看到一拉拉一下 直接就什么就追了 直接就顶了大反弹了 这个我觉得不靠谱 这里的话其实他就是前击 在这个位置跌的比较多了 我觉得怎么一个爆破性的反弹 并不能说现在就是一个反转的走势 毕竟这个量能放出来了 这个量能比这个量能 比这个量能还是要有所欠缺的 就是说他量能还是要差一些的 这里只能以什么 以临时性的反弹来做 但是你要注意的几个细节 什么细节 就是我们的大金融方向能不能爆发 还有就是我们的权重板块 比如说中枝头能不能爆发 就是中头股能不能爆发 如果这些出现大爆发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形成反转 这大家注意的 就证券板块来说 他在周五的话 是出现一个明显的放量了 对不对 这里的放量以后 你看突破了60天均价线 其实他在这里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底部的信号 是属于一个反弹的一个信号 这里后期走隔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从量能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量能比起这个量能 比起这个量能 还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后期他往上走的话 也是困难重重 压力重重 那在这个位置抄底低息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在反弹过程中 尤其是在急拉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什么 长阳的话 大家是要谨慎的 保持谨慎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那么你去追错了 不好意思 你很有可能就是高位接盘 高位三岗了 这个是大家一定注意的 这里的话也是以超跌反弹的思路来做 还有就是我们的中透孤 中指头这一块 你也注意中指头 你看他近期 他走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行状态 属于一个调整态势 还记得吗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市场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强支撑位 也就是60天线的一个支撑位 60天线这个位置能够守得住 我们看多继续躺 如果说60天线这个位置就是长支撑位 对不对 这个位置守不住了 我们怎么办 那其实就好办了 守不住的话就要考虑撤退了 对不对 就是考虑 这个你是止盈也好 还是止损也好 要撤退了 我强调很多回应 这个是什么 在上面属于支撑位下面属于压力位 所以一旦他下来以后 你就考虑了 这逢高减仓逢高出货 朋友们一定记得这个细节 但是在周五的盘面来看 中指头板块的话 涨停的票还是比较少的 大涨票也相对说比较少 就有一个票涨停的 大家看一下中国科传 中国科传的话 它是跟随AR或者说跟随 科技来上涨的 对不对 我们也不能不说 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超跌反弹的位置 但是你要记住 这里就是一个超跌反弹位置 拉高了 你也考虑跑 一旦这个位置守不住 这个平台守不住 跌破了以后 它可能会陷入一个大的调整 为什么 大家看它本体 本身这个位置也是属于一个相对高位 对吧 从这里启动了六七块钱 到最高了50块钱 涨了几倍了 对吧 以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现在30块钱 其实相对于说相对下面的7块钱 这里30块钱还是属于一个相对的高位的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卖里要注意 你可以在这里短期做个博弈做个停顿 但是盘中急拉冲高了反弹后 你要及时撤退 你不撤退的话 后期 出现调整 一旦跌破了这个平台的位置 将进入一个新的下降周期 那里的亏损可能会 可能会什么加大 这是大家特别注意的 好 正因为这个中石头表现不太好 然后刚才说的证券 也不是说特别的什么 特别的理想 因为至少他量能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目前的盘命来看 A股周五的走势 我认为 反弹的概率偏大 要说反转还维持信用早 所以大家知道反弹 我们就应该考虑逢高减仓逢高出货 而不是去追高而不是去顶对不对 这个节奏这个思路是一定要注意的 但并不是说反弹了 或者说这个就没有机会 其实机会是有的 近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把握好了这些重点 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吃了入的 大家看这是周五的一个盘面的情况 如果你仔细看前排的这些板块 几乎都跟什么有关 科技有关 所以近期时间我一旦跟大家讲 讲什么呢 一定要注意科技 科技是近期大家吃入了一个主要方向 大家看一下表现最强的两个点 一个是5G一个是华为对不对 5G的话近期是越走越强 这里为什么会走势那么强 其实跟近期的消息面也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华为手机 然后新的一个突破对不对 这里也就赢了一个机会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 同样的原理 5G在上方也是存在一些压力的 也就是说上方它是存在压力的 你去追高的话也要小心也要谨慎 但并不是说没有机会拉到高位 我们可以减长可以出货 这个没毛病不纠结 但我想提醒大家是 因为5G板块很多个股刚刚启动 再加上周五的话 多字票涨停 你看是吧多字票出现一个底部的拉伸 那么这里的话 它的持续性就要打问号了 所以在周五没上车的情况下 在下周你去追高对不对 你要保持谨慎 尤其是后排跟风的 他如果说出现急拉了 出现快速冲锅了 你去追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高位接盘高位站稿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刚才说了 华为概念对不对 华为概念是市场 目前的一个核心 大家看周五它是涨了两个多点 差不多三个点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个股的话 你会发现华为概念在近期 它是出现很多的牛股 腰股对不对 说起腰股 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对吧 结融 结融的话是越涨越强 从这里9块钱上下 到这里35块超36块 其实它差不多涨了34倍对不对 这是当下爱国最火最强的一个票 所以这个票大家记住 它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方向 还有个什么 代表是高度 它的方向在哪里 高度在哪里 我这么说 大家似乎你们方向就在科技里面 对吧 华为相关概念股里面 那么 高度是属于什么 目前打造出了一个三四倍的距离 所以它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参与 接下来的操作 但并不说要参与它的操作 是以其他板块个股的一个操作 后面他一旦调整 或者说他一旦倒下后 是会有其他的一些票来跟风的 对不对 那么其他的一些启动的票 就是我们大家特别注意 特别重视的一个点了 好 除了这两个强势的品种之外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前期跟大家说过的一些板块 比如说芯片方向 对不对 还有包括机器人方向也是需要注意的 我会说机器人 可能大家很多人就比较熟悉 因为在前期我跟他讲过很多次机器人 讲过很多次是什么 这个方向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重视 而且跟他说 机器人这个方向要什么 要不离去新龙头 要不离去老龙头 我说老龙头可能大家都知道 对吧 像这种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像晋能智能 这种就是属于那种老龙头 前期涨幅不是 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进行回踩到低位了 回来到低位了 那么这里在这里迎来一个超跌反弹的话 我们什么 就可以逢高减仓逢高出货了 这个节奏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前期跟大家说过的 另一个核心龙头 就是中大利得 这个票大家都熟悉 是吧 听听我视频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个票我是重点跟大家讲 其实这种就属于老龙头 是吧 你不知道怎么抄底 你不知道怎么低吸 你看看 这是位置抄底 这个位置低吸 那你在这些位置 你会赚钱 你会亏钱吗 对不对 不会几乎都是赚钱的 这个票我在近期这两天 也跟大家重点讲过 如果你保好这细节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车了 你要拉到这个高位了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检查了 十几个点就近代了 对不对 十几个点点了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避免去追高 其实很多这种票 给了你一个低吸的机会 这不仅仅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票 包括 比如说人工人工数字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方向 也是一样的原理 一样的思路对不对 你看近期他出现一个反弹的 出现一个拉伸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一些核心票 一些人气票 其实他也是出现一些机会的 这大家说的注意的 就比如说 我前期跟大家讲过的这些类型票 对吧 比如说英飞托这种票 是吧 我跟大家说过 你实在是吧 不知道怎么去高费的 那么你就可以在短期 这个低位做个博弈 这个60年线做个博弈 60年线 这个起码一反弹一拉高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高费出逃了 对不对 很多这种类型的票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要注意这些细节的变化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现在去顶 好 那除了这些方向之外 正期我跟大家特别强调过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卫星导航 其实说不来就是5G6G这一块 大家也是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个点 另外 随着华为新技术的突破 那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市场的主线当中可能有 在这一块随着算力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算力这一块的话 大家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算力租资也好 算力空间计算也好 这一块 大家是注意的 尤其是一些近期 强势爆发的一些品种 一些个股的话 大家是特别小 特别要留意的 因为它很有可能成为 后期市场的一个焦点 后期市场的一个重点 当然整个 科技领域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就是一些 验尽方向 比如说通讯设备 还有芯片相关板块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这些方向 我在前期也跟大家说过 通讯设备 它很多是叠加器材 比如说叠加5G 叠加6G 对不对 那么5G6G起来的话 它也会上涨 还有就是像 芯片这种 在前期促进一个调整后 那么近期 它也会有迎来机会 芯片的话 由于华为手机芯片的突破 带来的转机 所以大家操作上面也要注意 比如说前期的一些人机票 一些龙头票 回踩到位的 现在进一期 出现一定要移动的反弹的 才是我们大家说的 特别注意和重视的一个点 对不对 在操作上面 大家尽量的以什么 以低位的潜伏为主 并不是说最大的去追高 你要记住低位潜伏为主 后期反弹了一拉高了 我们就是高位减仓 高位出货的一个季节 但是一定一定要忍住 手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因为你在追高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高位站岗高位接盘了 对于当下A股的行情 我觉得你在今年这个行情当中 你不咬住主线的话是很难回本的 当然主线不一定是吧 是整个科技产业 但是很多的科技板块是肯定成了大机会的 还有就是像我前期跟大家讲过的一些方向 比如说新能源 汽车这一块也是属于一个市场的一个核心品种 汽车的一个主性品种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 如果你在科技里面 你觉得科技进行反弹高了 位置高了 不敢去了对吧 那么你也可以潜伏低息一下 近期调整比较充分的汽车 潜伏到低位了 潜伏到已经是底部的 那么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跟踪 当然这个方向我最好是跟踪那些 近期上市时间不久的一些什么 次心股 就比如说三年段障这种断 这是上市不久的一些次心股 那么他如果回踩到低点的话 我说低点到什么意思 就是在前期低点附近 如果回踩到前期低点附近的话 我们在这里做个低息做个上车 后面反弹达过了 我们就可以高位获利了 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方法 所以大家在去看盘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筛选一下 你带你做对的 很有可能在短期 赢了一个回本或者吃肉的大行情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